配合农历年前大扫除习惯 华联市公所展开了国家清洁周病名服务 即日起到1月25号 开放受理免费大宗废弃物的收运登记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每户登记一次违线 每一次要搬运三件 同时也请民众不要在物件里头夹杂其他垃圾 还有危险的物品 让清运作业可以顺利 很快就是农历春节了 家家户户忙着要处就不新 华联市公所配合国家清洁周 也展开了免费为民众收运大型废弃物的服务 即日起到1月25号 开放民众事先电话预约 免费收运大型的废弃物 是我们每年农历春节 一定会做的一项工作 那我们的工作 是从1月29号到2月5号 那当然现在已经在登记当中 那也呼吁各位乡亲可以开始做登记 那打电话到我们清洁队来 我们会帮你做登记 那每一个家户一次可以收运3件 一次3件 那假如说你多了一件 那也没关系 那就跟我们讲一下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来做协助 清洁队长吴庆展提醒民众 不要把其他垃圾和危险物品夹杂 在大型的废弃物当中 那我们在收运大宗废弃物的时候 特别要提醒我们花园市的乡亲号 就是说我们在大型废弃物里面 不要再装有其他的垃圾 或者其他溢碎的一个物品 这样子我们收运起来才比较不会有问题 登记结束之后 清洁队会在1月29号到2月5号 依各里的排地时间前往清运 也要请民众先把大型的废弃物 搬到家门口 方便清洁队员可以收运 建议会欢迎市报道